大家好,今天我们用三药,鸡蛋和玉米面做一个营养的早餐饼 我们取150克三药,切成小丁 家里有料理机的,就放到料理机里面去搅拌 没有料理机的,你可以把它蒸熟 放入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入几粒枸杞 有红枣的话,也可以放红枣,这样补气补血,对身体好 如果家里有人,他食欲不好的,还可以给他放一点山楂片 放到里面一起搅拌 这些辅助的食材可以放,也可以不用放了 然后刻入三个鸡蛋 搅拌 我这个料理机是家里最普通的一款 所以应该大家的料理机都可以用 拌好以后,倒入盆中 然后撒量多次的,放入玉米粉 家里没有玉米粉的,你可以用普通的面粉再调 普通的面粉或是糯米粉都可以 加拌均匀 然后加入以后,喜欢吃甜味的,你就放白糖 吃原味的就不用放了 那再把它和匀 放红糖也可以 只是做出来它的颜色要黑一点 平底锅要给它多少刷一点油 一个是为了防止粘连 另一个是为了颜色煎出来会更好看 放进去了以后,就不要挪动它的位置 不然它很容易变形 想把它做大一点,你就把它堆高一点 然后给它放上适量的芝麻做点缀 这一面就不要用铲子去压它 等一会翻面的时候,它自然就平整了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 大概煎个四五分钟 定型了以后就可以给它翻面咯 看一下它下面的颜色 翻面以后给它轻轻的压一下 这样,给它压平整 做出来就会比较平 好,先不要动它 盖上盖子,再小火煎个四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翻面 然后我们再来翻面 好,我们现在再来给它翻面 粘到一起了 它没有定型之前一定不要动它 动了它,它就会形状就会很奇怪 就这个颜色差不多了 盛起来 三药玉米饼就做好了 看它内部组织怎么样 好